他們怎麼都那麼厲害 都花了那麼大 花了那麼長啊 他說 恭喜你 你入期了 你入期了 因為你們拿回去的利多 我們公司已經炒過了 不可能花芽的 今天這些花芽的人都是欺騙我的 都是外面買的 重新換過的 因為我們公司要徵求財務精靈 洞杂都是幾億 管我們財務的人 這個人一定要誠實 當下又宣布 什麼人的豆芽花的最好的 種子不可以改變 花的最好的 哪一個人我們會入期他 結果你們全部的人都為了那個花的最好的計劃 給迷失掉了 轉換到你的本質 改變了你的本質 唯有你這個花不起來了 你才是誠實的人 誠實的人 誠實進幾位之中 該澆水你也澆水了 他當然花不起來啊 已經炒過怎麼花 花也當然花不起來啊 所以小心喔 以後如果有這種考試啊 他說 豆芽菜長得最高的會入期 你要小心 不要欺騙 那欺騙自己也欺騙別人 這樣是不好的 所以你看 當下你的感受 這是一個人質 這是一個根本 孝梯的這種根本 中宿的這種根本 還有一次 因為我每年如果十天喜可 我都會去橫渡入夜潭 入夜潭的這個湖邊總共有3300公尺的寬 就從這個湖邊這邊跳下去 游泳游到對面 德化社那邊爬起來 從碼頭這邊跳下去 游過那邊到德化社爬起來 大概3300公尺 一處在游泳的時候 人都非常多 人就是個習慣 一跳下去大家拼命的踢 拼命的踢 水道幾半都要 他就規定在某一個水道裡面 因為怕危險 不敢給你游出去 所以他的外圍就圍著 大家拼命要往前衝 就很容易踢到 我被人踢了兩下 也踢人三下 被踢到真的是很痛 踢到別人當然我不痛 那我不痛 別人一定會痛 因為我被踢到也是很痛 對不對 但是這樣就好奇怪 那好奇怪 不會生氣 也不會感覺怎樣 入夜好像是很自然的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在路邊 汽車廂轉都會吵架 我們在網再看到 上海一個女孩子 開車和人家 只有擦傷而已 就像那個破戶罵街 一直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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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被刮在網上 破在網上裡面 大家真的是很好笑 罵了之後要不要陪 罵了之後還是要陪 但是為什麼在 亨度日月潭的時候 比踢到 比那個擦到還嚴重 為什麼不吵架 那個當時我有個臉物 因為你要達到 朦朧的彼岸 達到朦朧的彼岸 它是三千多公尺 除了你的恒心 你的毅力 你的勇氣 你的體力之外 你要緩起心 要緩起心 我今天是在打破我自己的紀錄 我不是要來吵架的 但是所有在你身邊 這些人 他們也是要來突破這個關卡 所以在一定的 範圍的水道裡面 當然會踢到 你既然要達到朦朧的彼岸 你絕對不能在半路上 停下來吵架 順速也不能去影響到你的心情 被踢到人家 你停下來 在水中 深度是七十五公尺深 你的腳還是不斷地擺動 尤其日月潭有滋潤力 你要擺動大一點 擺動太久 那個滋潤會偷出你的肉 剛剛你腳拉起來 剩下骨頭我跟你講 所以說你還是擺動 在擺動的時間內 就會浪費到你的體力 甚至心情不好 也會影響到你的體力 所以不可以 踢到就踢到了 你還是要保持著 一個那種喜悦的心 突破的心 破自己挑戰自己的心 就永遠突然就對了 這個是一個樹 中樹的樹 包容嘛 包容 所以為什麼 被踢到那麼大力的時候 你還可以保持喜悦的心 因為我今年幾歲 我已經又要突破了 明年一直挑戰 看能不能挑戰到一百歲 那是最好的 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有一個八十幾歲 有突破了 目前我還沒聽到九十幾歲的 如果九十幾歲還能 恆渡日月潭就不簡單了 希望我能突破好不好 制服我啊 看我能不能突破 這是我舉 剛才炒過了利多 要花牙 檢視了你的成熟和你的中心 恆渡日月潭被踢到了 這個寬室 來說呢 這個寬室的是中室 那我們 純粹基金會 在八八水災 南部的那個臨邊 和那個臨邊和哪一個鄉啊 臨邊和哪一個鄉 薑 就臨邊鄉 旁邊和哪一個鄉 叫什麼鄉 就在那個鄉裡面 這個八八水災 處理過的時候 另外那個鄉 我現在講不出來 整個的遺死全部的雨都 都跑掉了 跑掉之後就死了很多 死了很多 都很臭你知道嗎 那個是很臭 那個水又臭又那麼熱 又那麼熱 我們在那邊每天幫人家的家裡 那些土把它挖出來 然後給推土機 挖到大陸 路的中央給推土機去推啊 那個當下受死災的真的是很辛苦 只是我們人的一點慈悲心 菩薩心說 人家受到災難 我們去幫忙人家而已 還要去做 一天要做了兩萬多個便當 還要送便當 那送便當啊 做兩萬多個便當 算是對我們來說不困難啊 但是送這個便當真的是有點困難 還要用那個煮法拉著去這樣送過去 勾著再勾到二樓去 一家一家這樣分送 每天連整整整剛好做一個月的時間 想不到剛好到我們從那間 只有一個助攻做到一個月的那一天 有一家報紙登出來 剛好我們裡面有一個助攻呢 裡面就在喜笑的情形下說 你們一定要趕快來做好事 這個地方喔 需要我們 當然來的時候一定要記得喔 記得喔要帶相機來 因為呢你會長高了 為什麼長高 因為裡面的沙都衝進去了 你站在沙的上面就長高了 他結果就站在電線桿那個上面 照了一張相片 結果那個報紙登出來說 登出來說 這個人沒有愛心啊 就一個後面的這種報導 一個後面的報導 那當下我在網站裡面 我就寫了一句話 這個計畫我需要安慰我們裡面的助攻 因為真的是很辛苦 因為這個記者他沒有去現場 他如果有去現場都不用做 就站在現場站著就好了 便當我送給他吃 他一定吞不下去 他如果沒有儲備性 沒有菩薩性 他沒有愛心 他在那邊吃那個便當出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那個空氣是錯的 那個水也是錯的 那些水囤積在那邊一個月 數豬數鴨數的魚那麼多 幾十萬豬的幾百萬豬的魚 死掉的 那個都很錯 所以他在網站 在人家的部落格裡面 他這個小朋友去描述這段事情 他把它當作後面的報導 所以我才在我們網站裡面寫了一句話說 那個奇蹟千里 垂邊不離身 木馬不動 亦不會死 這個奇蹟千里 垂邊不離身 說這個千里馬 一天的速度 那麼快就騎那麼久 騎千里 結果那個邊 那個垂邊 不離身 一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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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說 所有的我們這些愛心的助攻 你們大家辛苦了 今天誰來人家是用 後面的報導來報導 謝謝你 我來的